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也是一举超过大众 成为了全球第三大汽车制造商 但是忧虑也随之而来 比亚迪的股价持续走弱 特别是8月末开始 港交所是连续两次披露了股神巴菲特 减持比亚迪 而这也就加剧了比亚迪股价的波动 市场一时间是议论纷纷 各种猜测宣效沉上 股神要清仓比亚迪了是不是真的 这件事情引发了大部分人的关注 同时也是因为巴菲特的减持动作 关于新能源行业估值是否高估的讨论 也愈演愈烈了 那么截至到9月1号 巴菲特是累计减持达到1786万股 减持的总额是达到巴菲特 此前持有比亚迪股份总额的接近8% 那么比亚迪投资者关系部门相关人士 在8月31号的时候就紧急回应说 不用过度解读此事 工资的经营一切正常 但是资本市场显然对于这样的回复 是有一些质疑的 比亚迪在A股和港股的股价 是得到了一个持续下跌 那么整个的新能源汽车ETF 也是大不下错 市场反应剧烈 除了巴菲特本身的影响力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巴菲特持有比亚迪 已经长达14年 2008年9月 巴菲特与比亚迪签署协议 以每股8元的价格认购2.25亿股 比亚迪股份H股随后开始长达14年的持股 期间是没有任何交易行为 那么这笔投资可以说是增值了 超过了30倍 在巴菲特持有比亚迪的这14年当中 比亚迪的股价是经历过多次的过山车 但是巴菲特都丝毫不为所动了 公司副主席查理芒格的表态 或许可以来解释 比亚迪看好 这个巴菲特看好比亚迪的一个原因 芒格给予公司创始人王传福 是极高的评价 认为他说这个王传福是 维尔奇和爱迪生的结合体 那这个评价子非常的高了 既懂得理论和技术 又可以严谨地把想法 一步步地变为现实 那巴菲特本人也是毫不吝啬的 对于比亚迪的赞美 2020年4月 一张股神戴着比亚迪口罩 戴着比亚迪口罩的这个照片 在网上流传 巴菲特当时就说 我的目标是长命百岁 比亚迪口罩助我一臂之力 事实证明 坚持持有的回报 还是很丰厚的 那么这一次 巴菲特的减持行动 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甚至是嘴账 经济学家任泽平 就公开撰文说 旗帜的鲜明就表态说 巴菲特的这一次减持 不知道是出于何种的目的 如果是看空了新能源 行业前景的话 那么巴菲特这一次就错了 毕竟今年92岁 经历不济 很难进行快速地 学习和信息迭代了 对于新能源也未必了解 否则是不至于错过 特斯拉等等这些 美国近年最为优秀的公司 在任泽平看来 新能源是未来最有希望 最具爆发力的行业 那短期调整很正常 长期潜力也是巨大 一方面呢 新能源汽车正在进入 大众快速普及阶段 市场渗透率 还有三到五倍的空间 而另一方面呢 像绿电啊 储能 电池 充电桩 智能化 新材料等 都存在巨大市场空间 那么抛开任泽平 对于新能源赛道的 投资前景的判断 还有一种观点 就是认为 这么快就断言 巴菲特错了 恐怕也为时尚早吧 毕竟巴菲特 目前已经是获得了 30倍以上的投资回报 目前啊 比亚迪的一个股价 虽然说距离最高点 跌幅是超过了20% 但是仍然处于一个 历史的较高位置 尝试进行一些少量的减值 其实也是正常的投资决策 英大证券的首席 经济学家李大肖啊 在直播的时候呢 他站在了 力挺巴菲特的一方 因为这李大肖 李大肖认为呢 巴菲特先生啊 是用差不多80年的 投资经验来告诉我们 他的方法是可以的 他觉得应该虚心 当一回学生 虚心向80年经验的人 来学习一下 不要今天说巴菲特错了 明天又说 巴菲特年纪大了 后天又说 自己已经超越巴菲特了 要等你真的超越 巴菲特的时候 再来吹这个牛啊 也还是来着急的 还有一位这个 小型的私募投资经理 他就表示说 目前其实无法来判断 巴菲特减持比亚迪 是不是要清仓的一个举动啊 只能够等待 后续信息的披露 但是如果可以证实 2.25亿被托管的股票 确实是来自于 伯克希尔哈萨维 就可以说明啊 这个巴菲特 是有出售的意愿的 这就和散户 交易委托单是一样的 那么至于背后的原因呢 可能是比亚迪这两年 涨得有点太快了 股价是正在体现 其内在价值 甚至也是透支了 未来的业绩 另外呢 他还认为 如果是从投资风格的 角度来说 巴菲特信奉的 这个交易法 是不要赔钱 所以只要有收益 无论多少 减持还是清仓 都是对的 能做到像巴菲特一样 持股超过10年的机构啊 寥寥无几 很多量化投资的 交易风格呢 都是高频交易做波段 那么巴菲特 对这种交易风格 是嗤之以鼻的 在这些机构眼里 他们可能也会觉得 巴菲特错了吧 从过往巴菲特的 投资风格来看 他不会预测宏观 或者是一家公司 未来的股价的走势 他卖出所持有的股票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为了腾挪出资金 给更好的投资机会 这就不禁让人会联想到 巴菲特对于 西方石油的一个家仓 根据西方石油 在9月9号的时候 披露的信息来看 巴菲特的 波克希尔哈三位公司 对于西方石油公司的 持股比例增加到了 26.8% 就相当于是 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 巴菲特是斥资 超过了56亿美元 买入了西方石油 不管这个巴菲特的 减持是出于什么目的 有一点毫无疑问的 就是从2018年开始 新能源汽车板块 经历了一波 轰轰烈烈的牛市 比亚迪的业绩 也随之水涨船高 彻底转向新能源 汽车市场之后 比亚迪的销售势如破竹 今年上半年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 累计销量64.14万辆 同比是增长314% 那么同期的Tesla销量 是56.47万辆 比亚迪超越Tesla 成为了全球销灌 那么在汽车销售 火爆的同时 6月的时候 比亚迪港股是创下了 333港元的一个历史高点 而A股最高是达到了 358元的一个位置 烈火烹油 整个资本市场 对于比亚迪 甚至是整个新能源板块 的一个后续走势 都出现了不小的分歧 无论是从整个的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渗透率 还是比亚迪汽车的 市场渗透率来看 都已经达到了一个 20%的临界点了 未来的高增长 也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那么就比亚迪 自身情况而言 相比于顺风顺水的 新能源汽车业务 比亚迪的另一业绩支柱 就是手机业务 虽然是面临困难 手机部件组装 还有其他的产品业务的收入 是大概410亿元 那么同比下跌4.78% 那22年上半年 供应链紧张 还有就是物流受限 这些都对手机行业的影响 高于预期 同时消费需求 也受到了宏观环境的抑制 那么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 确实也呈现了一个 下降的态势 进一步来看 比亚迪的估值确实不低 吃盈率超过140倍 尽管比亚迪创下历史高点之后 是有所回调 但总的来说还是很高的 不管比亚迪 未来的走势如何 目前对于公司和新能源行业 后续走势的分析 恐怕市场还得要持续 好了 我们本节时段的财经世界 先跟大家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再会